我要提醒有五样东西你要记住 拦住你在神的恩典上长进的 哪五样东西呢 第一 亲佛大家亲佛 亲佛 你有发现到现在的社会已经跟以前老 我们阿公阿嬷的时代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你看你现在去驾驶 驾驶边买驾驶 你用一年差不多是一两多几已经开始坏掉了 我买的那个沙发 还没有结婚前买的那个沙发 现在我们两个人都不能做了 已经一年了 那个那个那个什么 那骨骑已经踏进去了 不能再用了 以前的价格 你一买就是买到可以穿第二次穿的 我妈妈结婚的那个船 现在还有用了 现在的设计不是设计使用 是设计美观 哎呀 如果我们老妹咯 是啊 我家里是卖鞋 卖八大鞋的 我从小跟着我妈妈卖鞋 其实我看你脚 我知道你穿什么size的 我是给我们的银 我是懂得看 以前八大鞋啊 很出名什么 不是出名他美观 很实用 以前啊 很以前 以前 在英国的 英国统治的时候 八大的鞋是Canada公司创立的 结果卖给 所以在马来西亚卖给马来公司的时候就ELECT BOG 以前的那个 那条火梁 两条 两条脱鞋啊 如果你折断它里面还有一个铁板 所以他能穿得很耐 穿两年都不会 不会 不会坏了 同样的鞋 今天你拿来折断里面没有铁板了的 而且他是用一阵一阵的缝的以前 现在没有了 穿不到六个月就 坏了 有人跟我讲 穆斯尼不要用老鞋子 如果穿十年 人家也会觉得你是老POKPOK了啦 要关的 所以时代不一样了 我讲就是这样的清佛 清佛的灵也进来教会 Vida Abba Vida Abba 这种的态度 对神 对神的事情 对教会 也因为这么样 领导你 影响你 阻止你 领受神的恩典 比如杂志 你随便去看现在的杂志 讲的是什么 没有什么水准的 跟你讲美容啦 教你怎么花钱多 或教你 筹资在属灵的身上 我不反对这些杂志 但是它对你的灵性没有帮助的 我从来都不败 购买杂志的 为什么 因为它对我的灵性没有帮助 让我更爱世界 反而更有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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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 你怎么样一些 唱感的歌曲 尤其是 台湾那个 尤其是香港那个 特别喜欢唱那些 试炼的 难怪你找不到男朋友 每天唱 试炼那个 难怪找不到女朋友 难怪 每天都 你宣告说 啊我就是这么惨 人没有人爱我 我是很可爱的人 因为可怜没人爱 是这样的 呵呵呵呵 我们不要宣告 我们不要唱这些歌 你怎么会去 听世界的歌 而那你保持 继续属灵呢 我不 我不相信 我没有反对属灵的 没有反对世界歌 只是说 那些歌 这是属灵的零食 对你没有帮助 包括 我们的态度 我们怎么知道 有没有亲佛的 我们身上有没有亲佛呢 看你去聚会的态度 知道 知道啊 然后看你对西里这件事 有没有认真的对待啊 对圣餐 哎呀 过去到达 过去到达 然后少吃一餐 算一餐没问题的 亲佛 我看圣餐是很重要 我看习里很重要 我很强调习 我很强调我们主持 我们来等神 不要神在那边等 哎 为什么我的 我的会友 我的生命还没有到 耶稣就在那边等 这个清佛 第二